你知道周祝中都有哪些替身的能力可以影响整个地球呢? Hello大家好呀 欢迎回到百科的厨房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周祝中影响范围最广的替身能力 第一个就是永远的王者 时间内的替身 不论是迪奥的替身世界 还是老板的飞红之王 他们的能力都可以覆盖整个宇宙 当迪奥第一次将时间静止时 整个宇宙的时钟都停止了摆动 迪亚波罗的飞红之王则能把原本运行的时间段直接抹除 除迪亚波罗以外没有人可以保留相关的记忆 打个比方你原本正打算拧开瓶盖喝水 结果下一秒水就已经在你肚子里了 至于普奇的天堂制造则是时间内替身中表现最为直观的 当时天空中的太阳都变成了一条肉眼可见的光带 世界所有的生命都感受到了时间加速带来的影响 最后整个宇宙都因时间加速的能力而开始了全新的循环 不过时间内的替身中也有例外 林可的男人领域有着类似败者时辰一样把时间回溯的能力 他可以将时间倒流回五秒之前 不同的是时间倒流后人们还会保留相关的记忆 按照杰洛等人的反应 可以判断男人领域的时间倒流只能影响很小的区域 暗格鲁是迪奥留下的子嗣之一 也是迪奥的四个孩子中我最讨厌的角色 他的替身波西米亚狂想曲则是二次元爱好者最喜欢的能力 没有之一 毕竟谁不喜欢纸片人老婆呢 波西米亚狂想曲的能力是将动漫游戏等作品变成现实 按照剧情里统计 世界都出现了不同的动漫游戏角色 就连暗格鲁乘坐的飞机窗外也有着坐着飞毯的阿拉丁 这个能力虽然无法像天堂制造那样影响宇宙 但覆盖地球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除了波西米亚狂想曲外 恢复记忆后天气预报的替身 狂踪暴雨同样可以影响整个地球 狂踪暴雨可以通过破坏臭氧层改变大气层的折射率 从而影响整个地球的生物 蜗牛化一旦展开就无法终止 除了天气预报本人外只有失去视觉的生物才不受影响 至于透龙的替身奇迹于你虽然可以操纵世界的灾厄 但应该无法影响杜王亭以外的地方 除了上面两个替身外 还有两个替身的能力容易被大家忽视 它们就是老家伙的赢者之子和广赖康碎的佩斯利公园 刚登场十二桥就分别在美国和日本窥探到了迪奥的信息 美国与埃及的距离是11000公里 日本到埃及的距离也有9800公里 地球的直径则是12742公里 从能力范围来说 赢者之子可比迪奥想的要强上太多了 至于康碎的佩斯利公园在精准度和范围方面要更加完善 哪怕跑到地球以外也不是不可能 既然说了紫色赢者和佩斯利公园 就不能不说五位之耻新红辣椒 新红辣椒在近战中虽然可以轻松吊打疯狂钻石 但在分类上它其实是远距离替身 在保持战斗力的情况下 辣椒也可以来开本体几公里的距离 但辣椒还有一个能力 就是在电缆中自由活动 衣食名就是借助这个能力才掌握了帐助等人的所有资料 理论上有电线的地方就有辣椒 如果按照这种方向推论的话 辣椒也是可以出现在地球的任何地方的 不过它的自由度肯定是低于紫色赢者和佩斯利公园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百科的视频还请大家多多支持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